我記得那時候是在醫院旁邊的樓梯間 自己在那邊抱著腿然後就痛哭 然後就一直發抖 那一刻的感受就是你終於了解什麼叫無力回天 以前人生沒有過失去的感覺 失去媽媽以後 我後來才發現其實是要花好幾年 才能夠真正的走過來 最難熬的是當你知道是無力回天的時候 醫生會告訴你說可能就剩下一些時間了 我記得那時候是在醫院旁邊的樓梯間 自己在那邊抱著腿然後就痛哭 然後就一直發抖 那一刻的感受就是你終於了解什麼叫無力回天 因為他一直說要去夏威夷嘛 然後那時候就工作忙各種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完成過這個願望 所以我很想要回到那時候的時刻呢 能夠帶他去夏威夷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當時在拍電影的時候 然後等我因為我媽突然病重 對 那等到我回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經失去意識 如果早半小時或早一個小時 我是不是能夠跟他說最後一段話 對 對 所以 會一直 以前會一直在糾結在這一點上面 直到這一兩年我才真正的理解 喔 不再後悔了 然後也不再會覺得說需要回到哪個時刻 怎麼樣 那一刻我才了解 而且慢慢的發現了 就是連我老媽離開以後 都還留禮物給我 對 他其實讓我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 我對很多事情就不再那麼在意了 我也不再會緊張 沒有什麼事情大過生死 對 而且有些東西你在做什麼努力 他也沒有辦法 照你想要的 那你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爸爸 對你感覺有什麼最大的影響 或是影響你對身邊去的嗎 他很堅強 他像一個男人一樣 他就跟我講說 你做一個男人你一定要白手起家 你要靠自己 你不能讓自己的女人累 反正我很多那種想法都是他先給我的 我最深刻的是他就是講白手起家這四個字 因為那時候我才小學 你知道他跟你講 我才三年級 他說你不能靠別人 然後你要白手起家 小時候只想去外面公園玩 蛤這是什麼 什麼意思 自己賺錢 然後怎麼樣 你要白手起家 讓別人看得起 他只是這樣 就是刀子口豆腐心 講得很硬 像我給他的錢 他最後都把我存起來 離開以後 然後我爸才說 媽媽好像有幫你弄一個賬戶 媽媽想說應該可以馬上去買包包 結果 那裡面賬戶還有幾百萬 他就一直存著 最記得的是 帶我爸媽去 要買房子給他的時候 這個印象很深刻 就會 看到他的眼神就很開心 然後兩個同時在看的房子 一個比較貴 一個比較便宜 然後他明明就是 看到比較貴的那個 他是眼睛為之一亮 可是他就會說 那我們買另外一個吧 然後我後來就買了那個 他真正喜歡的那個 給他 那個是很棒的感受 我自己是 就是 建議我身邊的朋友 如果有親人 得到癌症 的話 我都會建議他們一個 不同的處理的方式 如果是早期的話 我都建議他們 可以試試看比較好的中醫 還有 讓他們 照平常一樣的生活 我那時候 對啊 我就採醫餘親 就跟他鬧 然後 然後因為他很喜歡吃甜的嘛 所以就每次都帶芋圓 然後 豆花啊 什麼的 然後我朋友們 他們也會 輪番 帶好吃的東西給他 然後還會去跟他講笑話 所以他前面是真的有好起來的 對 原本真的有好起來的 你之前有媽媽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 就他真的很堅強 然後 他很善良 這兩點是我一直覺得 就是 他很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 有他在 什麼事情都搞得定 平常言語上 你會說我愛你嗎 你會表達出愛嗎 我會 而且我 我建議所有人 真的要多表達 我媽離開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爸講 我覺得太重要了 一定要找方式去表達 而且一定要抱抱他們 因為抱一開始都很尷尬的 我爸也會 一抱下去 他就會這樣拍你 好啦好 那一刻 他是告訴你說 好了啦 好了啦 可是你就繼續抱著他 如果你能夠超過10秒20秒 兩個人會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受 所以反而是在媽媽故事之後 跟爸爸感情就激素的升溫 對 是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 在醫院的時候 我爸每天陪著他 然後我才發現 在那時候 爸爸其實是很無助的 長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們有時候也無助的 像小孩一樣 因為我就看到 我爸是忍不住 就自己讓我開始掉淚 因為當時都知道 我媽媽十日無多 然後我就去抱抱他 那一次算是我們開始的這個 打開這個擁抱的盒子 不突破他的心房 那有一天 如果真的失去 我會超後悔的 一定要找新的方式 跟他們相處 我們現在很像朋友 很像兄弟這樣 我們兩個人會大概 每天大概九點十點的時候 一起Festime 然後看籃球 現在因為籃球 籃球季剛結束嘛 所以我們就會看那個大谷祥品 就是 就陪他看棒球 因為這樣所以 兩個人的那個 隔閡就不見了 因為我知道 要去哪裡 他都會說不要 所以呢 我們就是 爸我們幫你訂好票 然後我會去看他 是不是真的不要 對 然後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說 好就是後天 對下禮拜 對走走走 但有幾次 你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累 所以我就試著 就回到他的作息 然後就回去 陪他看看棒球 籃球 然後喝個紅酒 兩個喝個啤酒 然後陪他散散步 就在他的作息裡面這樣 現在 只要有機會 不管是 動物節或什麼的 我就飛回來 去吃個飯也好 然後再走 以前的話 會覺得這個很 哎呀要工作嗎 哎呀就一天而已 可是現在 因為 失去我母親之後 我知道 其實一天也很重要 要創造那個回憶 所以OK 第三屆旺旺孝青獎開始了 然後 把你的父母當你的朋友 陪他們看個籃球 然後跟他們嘗嘗FaceTime 最重要的 抱抱他們 哪怕他們不好意思 你就報警他們 對 報警處理就對了 那麼歡迎大家透過詞曲的創作 還有短影片 來表達你對父母的愛 來 外面的世界 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奇怪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 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